真正105項計畫裡面已經完成只有40項 還有65項還在執行當中 所以表示當時編列的太早了太快了 計畫都沒有做好 前瞻基礎建設國務院同胞已經最印象深刻是 當年送進來立法院的時候 國務院委員丟水球撒麵糰 結果現在我去到地方 每一個都伸手給我要這個前瞻預算 包括我去到新竹主持桃園新竹水連通工程 我們的林維州委員都到場 而且大力支持還上台希望繼續擴大 那不但這樣我去到台中 副市長楊香英也是一直爭取前瞻計畫建設經費 我去到台北 我去到台北 胡市長也是這樣 所以前瞻基礎建設相關計畫 很謝謝貴院通過 很謝謝委員 現在特別點出來還有哪些執行 或許還有需要再加強或怎麼樣 我一定會嚴格監督 地方政府未來舉債額度 只有剩下七千三百二十五億 扣除台北市只剩下四千七百五十四億 因為台北市財政還好 而且他幾乎沒有前瞻建設 另外 依照前瞻基礎建設的配合款 這數字還不是自己算 是審計部審計過的 高達四千一百二十七億元 所以到民國一百一十四年 地方政府的擠債額度 只有剩下六百二十七億 我不曉得民進黨能不能撐到民國一百一十四年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你聽我講完就問完 所以到時候 地方財政幾乎喔 只有幾個少數 像桃園等等比較好的財政以外 到時候舉債額度只剩下六百二十七億 幾乎二十二縣市 財政都會破產 假設前瞻基礎建設 不踩煞車 不檢討 院長 到時候 我不瞞你說 以後的財政學的課本 或者財政的歷史上 會記民權院長一筆 這些前瞻基礎建設 真的有一些沒有急迫 不是真的前瞻的 我希望 同心 更何況 更何況 為了政府的永續經營 院長可不可以檢討一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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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